大家好 我是阿利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小炒杰蒙菇 适量的杰蒙菇 改刀切成片 准备适量泡好的木耳 半个红椒切成片 一个青椒切成片 10克生姜切成片 3个蒜子切成片 适量的猪肉 去皮 切薄片 锅中油温收至七成热 下入切好的鲜毛锅 炸至两分钟 炸至小皮温的黄 将泡好的木耳放入六勺中 出锅前 下入青红椒片 好 倒出控油 压出多余的油 锅中加少许的油 下入切好的肉片 把肉片炒熟 炒出油 打出多余的油 下入生姜蒜片炒香 炒香后 下入炸好的鲜毛锅 干炒均勻 开始调味 至于水油适量 少许的老抽调色 盐 鸡精 放下白糖提鲜 炸火翻炒一分钟 一分钟后 加少许的淀粉出芡 出锅前 加少许的香油 翻炒均勻 好了 炒火 装盘